历时三个多月穿越六个省十四个曾深度贫困落后的地区 香港TVB的扶贫纪录片《无穷之路》 已经播出旧广述好评 不仅拿下了豆瓣评分9.5的佳季 更是在香港观众群中引起热烈反响 许多人纷纷留言点赞 节目真是做得好好 看完好感动 看到祖国壮丽河山之鱼 更为祖国大刀阔斧的扶贫政策而感动 据港媒10月1日报道 节目主持人陈贝尔回忆起这三个月的旅程 感慨内地扶贫成果 令他惊叹不已 除了尝试爬天梯 溜索等 最让他震撼的是当地的公路基础建设 我们国家的公路都修得很亮 又快又好 陈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拍摄过程虽然很辛苦 但很开心 因为最紧要的就是做自己中意的事 而且他发现这些公路建设的思路很有远见 政府建设一条公路不仅仅是给车辆通行这么简单 还会考虑到当地旅游业发展之类的因素 在整体构想上是非常全面的 结束了三个月的旅程 陈贝尔坦言离开时有些不舍 回到香港后甚至有些不习惯 比如在内地可以使用支付宝等网上支付软件 实在是太方便了 当我们去怒江偏远村庄时 在路边摊卖玉米的婆婆那里都可以用支付宝 他希望等大危机好转 两地通关之后 能带身边的朋友组一个无穷之路旅游团去内地旅游 同时 他更希望香港观众看完节目后能亲身去探寻 这条无穷之路应该由港人自己去感受和认识 我们拍摄的内容也想给观众一个认识和了解内地的机会 国家如何用八年时间实现近义人口脱贫的奇迹 背后都倾注了多少心血 克服了哪些困难 带着一连串的好奇和问号 香港TVB主持人陈贝尔和另外三名设置工作人员 日前穿越几千里路远赴内地 从海南出发 行经广西 贵州 云南 四川 宁夏 深入探访了内地四省共14个层深度贫困落后的地区 以一个香港青年的视角讲述内地脱贫 据TVB官网介绍 扶贫纪录片《无穷之路》于8月21日在TVB翡翠台首播 一共12集 每集半小时 每周六晚上10点半播出 从南部热带雨林到云贵高原大峡谷 从大西北戈壁沙漠再到川藏高原 四川梁山攀天梯 怒江峡谷 溜岗索 纪录片制作组在全中国挑选了10个最具代表性的 深度贫困地区案例 分析每个地点采用的不同扶贫方式 例如异地搬迁 产业带动 教育扶贫 企业帮扶等 细说各地在脱贫过程中面对的困难 经过无数人的血汗及努力 终于取得成就 节目通过今夕对比 回顾以往生活条件恶劣的同时 呈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无论是陈贝尔真实客观且不刻意煽动的表达方式 还是节目中展现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地脱贫故事 都让观众津津乐道 陈贝尔表示 去了解了当地人以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发现他们以前的生活真的相当艰苦 现在脱贫后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他们脸上都是一些很幸福的笑容 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四川梁山的悬崖村 那个他亲自体验了2556级天梯 终于登顶找到的村落 那个时候他第一次知道 原来是有人住得这么高的 而且出入竟然这么不方便 这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可能去街上买包盐这种很简单的生活日常 但是对他们村民来说要走这么远的路 说起爬天梯的经历陈贝尔直言 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奇迹 真的是一步一尖心 又要顶着大太阳很热 体力上也很累 而且还有一些怕高 他还提起当地民风淳朴友善 自己在拍摄过程中遇到过一个遗族婆婆 对方在四千多米海拔的地方摆路边摊 见他一早起来工作没吃早饭 还请他吃了一根玉米 让陈贝尔印象深刻 五年前来悬崖村担任驻村书记的帕茶友格说道 自己对这个村子的第一印象就是闭塞 落后 他说当时的村民几乎没有收入 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 一般的是自己种自己吃 村民会辛辛苦苦地把粮食背下山去卖 但卖不到好价钱 商贩会狠狠压价 甚至压到正常价格的一半 因为他们知道 村民好不容易把粮食背下山 是不可能再背回去的 帕茶友格担任书记后 白天到处走访调研 晚上召集人商量对策 悬崖村的情况有了好转 2016年 悬崖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家一块来养养 之后悬崖村又引进青花椒 种上其成 村民的收入来源增加 16年8月份 悬崖村迎来一项大工程 昭爵县和梁山州政府拨款100多万 资助该村修建上山下山的钢梯 在书记帕茶友格的带领下 全村壮丁齐出洞 运送了120多吨钢管上山 排除万难 终于建好了2556级钢梯 之后政府开始完善山上的基础设施 2016年悬崖村通上来了自来水 全村铺上电缆 连通了4G网络 以前闭塞的悬崖之上的村民 终于与世界接轨 许多人用上了智能手机 年轻人玩起了短视频 成了网络红人 相较于以前腾绳座的简陋天梯 新修建的钢梯 无疑方便 安全得多 但这治标不治本 悬崖村本身极差的地形条件 才是村民们贫困之根 但这一切在2020年的5月 全部改变了 全崖村全村搬迁 他们背着行李踩着建好的钢梯 搬进了山下县城 宽敞明亮的新家 用了三四年的时间 政府在全梁山州靠近县城 或者交通便利的平原位置 修建了总共1400多个安置社区 帮助2000多个贫困村 近35万村民完成异地扶贫搬迁 某斯拉伯在自己100多坪的新家里 开心地说道 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还不敢相信这个房子是我们的 他介绍到政府还赠送了桌子 沙发 电视 床等家具 四川大梁山的无穷之路 是异地搬迁和特色产业扶贫的典型案例 第三四级的无穷之路 则聚焦于云南陆江峡谷的 交通扶贫和教育扶贫 陆江之困困在交通 以前陆江境没有公路 大桥和铁路 生活与此的居民 能走的只有山石临巡 险象还生的原石山路和人马一道 村民要把货物从山上运到山下售卖 光运费就能占到他们收入的一半 没有桥 走陆路又得绕很远 而居民看病 买生活必需品都得过江来买 于是陆江先民发明了溜索 一种便捷却很危险的交通工具 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了历史 2016年云南省政府决定 全省进行溜索改桥大工程 数年间投资超过20亿 建了199条过江大桥 取代境内全部过江溜索 与此同时云南省还修建了大量与桥相连的公路 贯通全省 自此困扰陆江两岸100多万居民的渡江之南 就此解决 再也不会有人汪死陆江 而邓前堆也可以安坐诊室 等待病人可以过桥看病 不用再来回奔波 不过溜索并未就此退出陆江两岸的历史 相反他还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参与到了当地的扶贫工作中 中国的这次扶贫绝对是世界级的 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贫穷固然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一代代贫穷看不到出路 受人以余 让人可以勤劳脱贫致富 这当然是极好的 而更好的是让大山里的孩子出来接受教育 让他们看见世界有多大 人生有多少可能性 他们这一代走出大山 有了一技之长 可以在社会中立足 下一代就能站在更高的起点 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权 这就是希望 就是一代过得比一代好的盼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